新方银行正大举撤出中国 但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金融政策却开始要大松绑 金管会日前率领16家金融机控主管进行座谈 会后宣布国银附入投资限制将从净值的15% 放宽到资本额的40% 预计将会多出千亿台币的营运资金 对于千亿银弹登陆有力为是强烈反对 认为中国风险不透明 不该轻率放宽登陆限额 台湾金管会宣布 联岸福贸协议通过后 国银附入投资限制将从净值的15% 放宽到资本额的40% 将多出千亿台币的登陆资金 而有金控业者还希望 进一步将限制的资本额改为净值 如此将会增加6500亿银弹登陆 但立委说 会使得我们台湾的资金 大量的吸进到中国 那放款的对象 不会只有限于台商 而包括中国的企业 甚至包括现在 这个债务非常严重的地方 中国的地方政府 不止地方债 事实上中国营接会主席 尚福林日前警告 银行退出机制 已在酝酿中 银行流动风险管理能力 还需提高 5、6月大规模热钱 逃离中国 7月 中国四大银行存款 流失过万亿 专家提醒台湾银行业者 他并没有享有跟当地银行 同等的这个法人格的地位 在不管在司法 或者是在经济行政的地位上 所以将来你在那边 只要你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 你会所受到的这个 处置的这个待遇 是一个非国民待遇的 另外包括在大陆合资 与营业区域等问题 专家表示 虽然今后业者 凭要求西境开放 但台湾银行业在大陆 仍有多项带解决的风险与挑战 新唐人亚特电视 独生长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